你喜欢狗吗?要知道,不是所有的狗狗都温顺可爱,有的狗十分凶残,精英里自带狼性,根本无法驯化,风起来连主人都敢杀,你见过多少凶残的狗呢?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,这些因为凶残被禁养的犬种吧! 比特犬 比特犬究竟为何能让人发疯?比特犬也叫比特斗牛犬,最初做围斗犬被繁殖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, 让人发疯的点在于,比特犬不怕疼,也就是说无论主人怎么打他,他都没有感觉,这还是得益于高浓度的高丸激素使他不怕疼痛,因此在战斗过程中比较持久, 顽强的斗志和坚韧的性情也使他成为了一种优秀的斗牛犬,据说他只要咬住了对手就不会撒口,不过虽然比特犬酷爱发疯,而且十分凶猛,但是对主人的忠诚那是没得说, 比特犬也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存在,爱他的忠诚和聪明的头脑,恨他的爱挑事,生性好都还不肯认输,比特犬主人表示每天都很累啊。 杜高犬 你见过这种狗吗?看着纯白段子一样的背毛,实际上却有着钢铁一样的身躯,杜高这一犬种是由两兄弟创建的,他的历史和阿根廷本身的历史一样,丰富多彩且充满了激情,杜高犬几乎结合了每种凶猛犬类的基因,肌肉发达,具有相当强的爆发力和攻击力。 杜高犬也是阿根廷第一个本地的纯种犬,需要较早地与其他动物接触,调教和大量的训练,杜高地头骨大且结实,和强劲有力,为了使犬具有攻击性体型,耳朵被截掉相当窄,在以前人们用杜高犬来进行狩猎,所以价格不菲,直到现在纯正血统的杜高犬还能卖到6000元以上。 屠左犬 发出嘶吼声或者犬叫声,十分稳重,是一个值得托付的队友,屠左犬对于自己的主人还有亲近的人都很温柔,包括在接受训练时也只接受温柔的训练方法,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别的狗非常凶猛,甚至不允许其他犬种和自己并存,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个天生的斗士,简直安全感满满。